现在的乐坛是流行睁眼说瞎话吗 有些歌手明明上一秒还在说我不行 下一秒却直接开大根本不顾周围人死活 我不会呀 我不会 我不会呀 你好生活里撒贝宁让周深即兴唱两句 眨美案 他百般推辞说自己不会 什么都不会 是 可以点点眨美案 可以 两句也行 好那就两句 上台前说只唱两句 上台后直接稳稳拿捏 难怪撒贝宁都忍不住吐槽 我最烦 我最烦这种人 一说不会 结果一拿话筒练了八十多年 在下面 还有刘宪华的一点点 所以你会弹钢琴还会小提琴 多一点点 还会唱 多一点点一点点 从小就学习小提琴 精通多种乐器的刘宪华 不仅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 还是Super Junior前成员 就这样写歌编曲 样样型的他 竟自称乐器只会一点点 我还在学着 消失迷失在追逐这些的自己 想为家的离开不再执行了你 让我再与你 I'm trapped I'm trapped 我们现在就出发 就算是雨的风吹 多么浪独 Everyday It's good day 可以可以可以 用这个 前男团XO成员 绝对的大Vocal 上过春晚 开过多场演唱会的陆寒 唱歌前 既然说自己不行 我真是信了你的鬼 他们虽然嘴上谦虚 但其实早就在国际上 占有了一席之地 直到看见周深受邀 联合国现场演唱代表作大鱼 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当年著名音乐人 王志平说的竟都是真的 是目前我这样听到 我觉得 唯一 我认为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十年后的周深 成功走出国门 一开口就将庄严肃穆的联合国 变成了自己的演唱会 而当台下各国媒体化身歌迷 纷纷拿出手机录像 估计这下韩红总该知道周深 把华语乐坛带着走向全世界了吧 同样致力于将华语乐坛推向国际 与周深不同的是 王嘉尔一开始就将发展方向 瞄准欧美流行乐坛 22年 作为首歌登上全球最大音乐节之一 科切拉主舞台的中国歌手 一张专辑就打破华人记录 成了首位进入公告牌专辑榜前20的中国艺人 最近更是三灯可切拉 网友直呼别人求不来的国际舞台 他却像回家一样简单 超高的影响力 也让他更不一余力的 在国际舞台宣扬中国文化 好家伙 要说刘宪华 他真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 近期和韩国女歌手Jassie合作舞台 直接惊艳众人 过百万点赞 就连绝美音色的英文歌 大华清唱也是说来就来 把坐在旁边的原唱听得直入迷 Wait, do you know this song actually? Do you have the instrumental version? Yeah, I actually do I'm the first to say that I'm not perfect And you're the first to say you want the best thing But now I know a perfect way to let you go Get my last turn Who is worth it Is your perfect 被称为音乐天才的他 从小就学习小提琴等多种乐器 如今更是任何物品 到他手里都能发出美妙的音符 可谁能想到 这样拥有一人一乐队超高实力的音乐天才 在娇人唱歌上却遇到了巨大坎坷 不要唱人吗? 不仅如此 他在国内的音乐事业也并不顺风顺水 受邀当好声音导师 被质疑 堪位低 明明有多少出圈代表作 却嫌有人知道是他的歌 都不知道对不对 全都不知道 哦 他的歌 什么 他的歌 没有不用知道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我说了 刘宪华在纽约街头 不仅大秀小提琴 即兴唱跳 还给自己当伴奏 凭一己之力 直接拔高整条街的表演水准 第一首 Dance Monkey 第二首 Rolling in the Dee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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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had my heart inside of your heart Rolling in the Deep And you play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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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l the Deep 第三首 How to Love Love you're pretty for me I know I need somebody So I can learn to find Love you're pretty for me I know I need somebody 第四首 Soul Doubt 第六首 Faded 第六首 Faded 第六首 Faded 好听又有趣 明星唱歌有实力 一切尽在姐姐爱音乐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哦